带着斗粒弯着腰拿锤头在田里不断翻土 这是张淑玲每天的例行公事 明明家里没人务农 但偏偏张淑玲就是要种茴香 家人拦也拦不住 付出的时间很多 但是就回收的部分 都没办法到那么快 张淑玲一天大约有七八个小时 都在田里干活 茴香虽然是冬季作物 但张淑玲也没闲着 即使现在茴香收成不多 但是绞尽脑汁在想 要怎么推广茴香 包括研发果醬 还有料理食谱 大多数客家人都在谈的是胭脂物 当然我不想跟你谈胭脂物 我就想跟你谈新鲜的 因为客家人的精神在于 我们节省嘛 然后我们珍惜食材 那当然我们不会一天到晚说 我要珍惜食材 但我要做胭脂物哦 出身台中山城客家人 张淑玲在台北电研究所 从事出版业工作十几年 偶然一次翻资料时 让他意外发现 从小宣导的偏香 竟然蕴含深厚的文化历史 让他动了想回家的念头 一开始是找不到 我为什么要回来的理由 因为你回来 除了务农之外 你没有其他的根基的话 其实没有 那我觉得 当然不是说 这是我最好根基 但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 把大茴香切碎和葱蛋混合 放进锅里煎到淡熟 这道料理是山城居民的家常菜 但走出山城 却嫌小人有机会品尝 更不用谈认识回香 我觉得可以是 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它 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每一家它都会种一些 它不一定要大量 它不会造成它的太大的 就算它想要把它大量生产 它也不会造成老鼠太严重 也许我们可以 大家变成一个产业 张鼠林希望 透过自己的力量 推广回香 让更多人认识回香的好处 继续连结 在地山城的文化历史 今天喜欢 电视新杨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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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与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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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